而长航台风的强风豪雨影响了全台 也让两岸还有国内的航班几乎是全线停摆了 截至今天下午5点为止 国内线已经取消了178班 国际航线也取消了122个班次 延误总共有32个班次 总计总共有332个航班是受到了影响 而预计在明天的午后才会陆续的恢复航班 长航台风带来强风豪雨席台 全台交通大受影响 截至傍晚5点国内航线取消178班 国际线则是取消122班 延误32班 让回不了家的来台路客 气得在航空公司柜台前争执不休 什么都是天气艺术 你们自己去解决自己打电话 我昨天打漫游电话都打了一个小时 今天又打了一个小时 三个手机都打爆了 什么解决都没有 你们这里柜台好像和我们国内不太一样 我们国内它这个柜台就直接可以改签啊退签啊这样子 可能你们这里没有办事处 只有去到这里才OK啊 飞机班丁取消 你们再重新再订 再取消 这是台湾呢 处理不应该这样子 旅客怒气冲天 不过根据气象局预测 昌宏威胁台湾最剧烈的时候 就是今晚到明天清晨 明天早上威胁渴望减缓 因此航空公司陆续宣布 星期六国际线航班都会恢复正常 国内线则是在午后也会正常起降 路上交通方面 高铁在下午三点之后 取消南下13班 北上8班 总共21个班次 7月11号就会恢复正常营运 台铁在下午三点之前都正常行驶 东部干线取消花东开往台北 431次自强号之后 以及台北开往花莲282次浦游马之后 全都停驶 星期六能不能恢复 还要再评估 另外台北捷运各线都维持正常营运 不过猫空缆车 儿童新乐园 小巨蛋冰上乐园 以及U-Bax租借 暂停服务一整天 周六就会恢复正常 在长虹台风尚未完全解除之前 民众出门前还是得先再三 确认好交通资讯 欢迎讯讯文章的 黄长路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定是在于 既然该无线 走费 既然能不能拔走 我们下期定的 那么 黄金端